洋葱豬扒 洋葱豬扒 洁汁是英国的调味料 最早和最出名的就是李派林辣 黑蒙蒙酸甜微辣 煮西餐不少得它 做洋葱豬扒加洁汁才好吃 首先我们将洋葱切成粗条 然后逐快将它们撕开 然后用大菜刀的刀背 剁松豬扒的两面 然后用剪刀剪一剪 然后用盐,糖,胡椒粉,美极,酒,味淋 和豆粉水拌均匀 然后加入油 拌均匀后腌出几个小时 然后用中火烧热锅 放入油和盐 油热的时候放入洋葱 然后炒热洋葱后 蘸酒 然后炒洋葱 2分钟后 加入水和美极鲜酱油 再炒2分钟 可以关火 用中火烧热平底锅 油热的时候放入猪扒 猪扒热的时候 炒一炒酒 等一边煎香后 反转另一边煎至金黄色 这个时候猪扒只需八成熟 不需要全熟 猪扒拿出来后 等它大约几分钟 将它们切成粗条 用中火烧热洋葱的锅 洋葱热的时候 加入猪扒和酱汁材料 用来炒匀洋葱和猪扒 炒至大约1分钟 或是直至汁收干为止 这个时候 可以关火上碟 趁热就可以吃了